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什么都还很落后 是啊 到最后这几年 哇 真的发达 现在在缅甸很发达 很发达 它哥德士的那个建筑 还有什么 哇 好漂亮 好 好 这是不是翡翠呢 是翡翠 早期的缅甸很翡翠 很奇怪 连这种把翡翠拿来 做磕面的 是啊 很少见这样子 刚才看了好久 我们早期常常买这种东西 是 对 我起相还以为说 它这个是好 会不会类似 对 可是它没有那么透 它还蛮可以的 可以啊 对 还蛮绿的 那也透光有 小了一点 小了一点 当时就应该买大一点 因为当时的缅甸 真的是 我最早期第一次去缅甸的时候 也是刚开放没有多久 我过海关的时候 那个这么大一颗 的这个石头 上面一点绿 就这么一点绿在上面 然后白色的 我买了20颗 回来想说当朋友 当送礼的 是 一块美金 过海关的时候 这么便宜 这么便宜 过海关的时候 我说一给一块美金买的 怎么克税 他说他不相信 他完全不相信 说你骗我 后来不得已 真的是 还是需要给他一点点 意思意思 有啊 那时候当开放 你都要拿钱给他们 没有 不是都给你有 后来我给他的钱 一定要现金给他 比我买的钱还多 对 他跟你讲名 讲名的 他要现金 他那个叫什么 十万火急 很麻烦 对 很多国家的海关 要不然就送他 我们买的烟 送给他 没有 红包没有 就过关 对 早期 早期 就是产那个 翡翠嘛 对不对 那也产红包 蓝包嘛 那你如果说 姐妹几个 连妹 去那个缅甸 哇 看到绿色的宝石 还告诉你 人家还告诉你说 这个叫祖母绿 是我们当地产的 那你把它买回来 买了很便宜啊 买很多啊 那你觉得会怎么样 当然是公姑啊 失望 所以我们 缅甸买祖母绿 那个是我们那个 我们理财专家 那三个姐妹 她的连妹去买的 买了一堆 但是这应该不是祖母绿 这个是翡翠 对 买多少钱 还知道 老师 还记得吗 不晓得 都是老妈看的 钱 应该是我前夫妇的吧 知道 好 我们来见价 请见价 四万元 不错耶 不错了 这个很好 嗯 这个很好啊 很好 这个典型的老坑种 它是小一点 那它只有 这后面就是铜制品 赢的 搞不懂 这两个 一个现在行情要两万块 是哦 跑不掉了 很漂亮啊 老坑翡翠 对绿绿的 透透的 可是感觉不透透耶 蛮厚的 然后颜色也够正 我觉得还不错 对 这没错啊 好 好